自從學曉了祖先逆龍的飛行本領 行動又快又方便 這個小朋友在做什麼呢 老師說字要寫得又快又漂亮 不信一定要對 這麼多規則怎麼記 多了一隻玩具龍 誰說我是玩具 你不是玩具 我是智慧龍 見你學不信就來幫你 好啊 怎樣才記得規則呢 好似先上後下 先上後下 即是說寫字時 筆畫要由上寫到下 好似一二三個三字 怎樣才記得啊 生活中萬事萬物都有它的順序 好像夏天過了就是秋天 不信和日常生活事物 可以聯繫在一起的 姐姐來了 姐姐來了 先躲起來 丁東 在做什麼 姐姐 我在溫習不信規則 生活中有什麼是先上後下的呢 好 不如這樣吧 我說生活情景 你想自立 看看誰比較聰明 好啊 好啊 嗯 人在天上降下來的那個景象 是否很壯觀呢 同意 同意的意志就是先上後下的 好啊 對啦 跟著呢 啊 想像一下自己是樂日 之後再想像一下自己是流星 先上後下 流星的星字 對啦 跟著不如說說先左後右這條規則 好啊 嗯 先左後右 就就是說寫字的時候不如要由左邊再寫到右邊 就好像長江的江字那樣 生活裡面好像沒有什麼是由左至右的啊 姐姐現在有些事 你自己想想吧 智慧龍 來了 好啊 生活裡面有沒有什麼是由左排到右的啊 不如找些小朋友商量一下啊 我最好的朋友是小靈 朋友的朋友就是先左後右的啊 我帶你去找他啊 騎龍去? 是啊 你坐穩啊 一二三 Goddess 就 کہ我會好啊 噓 你怎麼看的 嘩 嘩 嘩 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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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玩具來的? 不是呀,誰說我是玩具 它是一條龍龍來的 好可愛呀 對了,你找過什麼字呀? 不信有一條規則 先左後右 譬如廣州的周字 是不是這個字呀? 對了 但是生活情境裡面 又有沒有這樣的次序呢? 所以就來找你 哦 你為什麼只顧彈琴都不回答我? 回答了,你還沒明白 我明白了 鋼琴的音階是由低至高 從左排到右 到你想些字來吧 琴聲就像小河流水一樣 叮叮咚咚 先左後右 就像小河的河子一樣 今天跟大家說一個不信的故事好嗎? 好 從前 從前就有一隻小猴子 它很勤力的 它一有空就會練寫字 但是字怎麼寫都不漂亮 一天,隻老星星走過 看到小猴子在寫字 難怪這些字不漂亮 你的不信不對 不信不對? 寫字 寫字的時候 遇到橫畫 和直畫相交 或者相連 要先寫橫畫 後寫直畫 叫做先橫後直 但是一抓不著就不記得了 那就寫幾十切十字 寫幾十切十字 為什麼 因為這個字最簡單又最容易明白 一路寫十字 一路念口訣 那就一輩子都會記得 先皇后直 先皇后直 老星星離開了小猴子之後 又碰到小象 用鼻捲著樹枝 在地上寫字 小象 你和小猴子一樣 筆順不對 所以字就不夠漂亮 筆順不對? 寫字的時候 遇到撇和辣 先寫撇 後寫辣 叫做先撇後辣 但是一抓不著就不記得了 那就寫幾十次人字 這個字最簡單又最容易明白 一路寫人字 一路念口訣 那就一輩子都會記得了 先撇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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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後直 先皇後直 先撇後辣 咦? 我們這兩個字加起來 不是木字嗎? 對 先皇後直 先撇後辣 只要寫屬一個木字 就可以記住兩條規則了 我們一起來練習吧 先皇後直 先撇後辣 先皇後直 先撇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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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皇後直 先撇後辣 先撇後辣 好了 故事就說完了 你們有沒有扯下一些福啊 有 有 小朋友 我有一點點補充 不要怕 不用怕 不用怕 我是智慧龍 最喜歡幫助小朋友 是啊 他最喜歡幫助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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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在學不順 你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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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後下 先橫後直 天上後下 好了小朋友 我們現在不如玩個拼字遊戲 好 首先我們要分為四組 那誰做橫 誰做直 誰做撇 誰做辣 那我們現在開始去那邊拼個木字好不好 好 我又來了 先橫後直 先撇 後辣 你們好厲害 好 如果五個木字拼在一起是甚麼字 心辣 那怎樣寫 先橫後直 先撇後辣 不順落語 點入去 不要緊急 剛才我們學了四條不順規則 那在哪四條 先上後下 先左後入 先橫後直 先撇後辣 對了 現在每組我給你們一張卡 上面有個字 如果哪組說對的不順 就可以去玩了 語文字 先上後下 先撇後辣 先撇後辣 對了 你們就可以入去了 那你們呢 第二組怎樣呢 這是天地的天子 兩橫一撇一辣 橫和撇雙交 是不是先橫後撇 沒錯 橫和撇雙交都是先橫後撇 和先橫後直一樣 好了 你們也可以入去了 是否果汁的汁字 是 先上後下 先左後右 先橫後直 好厲害 全部都合適 一起進去玩吧 為什麼你爬上來 這樣才好玩 對嗎 但你不要忘記 這裡是不順樂園 你要看牌子寫著什麼 先上後下 對了 先上後下這條不順規則 就是說 由上寫到下 那麼多字是什麼不順呢 是先上後下 先上後下 先上後下 對了 為什麼你由這邊爬過來 對了 你違反了規則 這裡是先左後右 先左後右 先左後右 這條不順規則 是由左寫到右 那廣州的周字是什麼不順呢 先左後右 對了 先左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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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撇後立 先撇後立 什麼字 人字 老公 先撇後立 什麼字 富字 老公 先撇後立 先撇後立 小朋友 你們看牌子寫著什麼 先橫後立 先橫後立 誰可以舉個字例出來給我 我知道 黃子的黃字就是先橫後立 要記住 最下面的橫是要最後寫的 先橫後立 先橫後立 老師 為什麼寫字的時候 那些字要按著不順規則呢 讓我來解釋 要我來吧 你們平時寫字 一隻隻字是否從左到右排列 是 一行行字又是否從上到下排列 是 所以不順就配合了我們書寫習慣 對 寫字按照不順 那就容易遷就位置 至少寫得漂亮點和快點 即是又快又好 好 小朋友 我又要飛去其他地方 幫助其他小朋友 好 我捨不得你 那不如你們唱首歌給智慧龍聽 好 好 好 寫字要快又要漂亮 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先上後下寫個山 先左後又寫個周 先橫後直寫個十 先撇後立寫個人 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先上後下寫個山 先左後又寫個周 先橫後直寫個十 先滅後直寫個十 先滅後能寫個人 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先既規則永遠記心上 先是又快又漂亮 先字有快又表現 前紅 前紅 後面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前紅 後面不順規則永遠記心上 costs